所以我们只是利用21天 每天午餐和晚餐 所以每天都有很好吃的素食可以享用 也可以让大家看到素食可以这样多变化 好吃又健康 要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放在最爱的那边 然后我不用去看数字 又找数字给我放 连续21天卢素挑战 采用包伙食的方式社区志工负责配送 最重要是不要下大雨 如果停雨就当路了那个时间 本来好吃的东西变成不好吃了 我觉得身体干净的不少 因为有时候在外面找来找去比较难找 不过现在是比较好 所以如果我有的选择的话 都是要指数的 在新山对合作的餐馆来说也是挑战 少有少言 饮食清淡 身体有感受 因为我高血压嘛 所以不可以吃太咸 它是应该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调这个菜式 今天有称所以说了1kg吧 活动刚起跑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21天后更让人期待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